泰山复兴丰树梁里每周三在活动中心联合举办长者共餐活动 造福约140位长者 里长很感谢市长努力推动银法共餐 也感谢各界善心人士热心资助 使里内的共餐能够持续办理 我们梁里共同办理银法族共餐 每星期三上午9点到11点 我们这些长者都是在我们泰山区的部分 65岁以上的目前有140位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做银法族共餐这个区块 那我们就是会随时的都会有一些活动 还有一些可以成长的课程 让我们的长者有这些知识 在许多单位的赞助下 共餐前里长都会安排一些课程及活动 有免费为长者按摩修剪指甲 益检等服务让长者都感到相当开心 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些资源 尤其是像我们有按摩推拿师是刘师傅 还有我们平常还有那个修指甲的 还有益检的 今天益检没来 我们益检也会安排 还有每一个星期三 我们都会安排一些课程 让我们这些长者有成长的课程 那现在应该是比较担心的 就是反诈骗的那些区块 所以今天我们的派生所的那个所长 他就特别来宣导 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发放那个 六千块的补助款 更很担心就是他们会被骗走 政府不会个别的去通知 每个民众去哪边说要领钱 或是要拿民众的账户 还有提款卡密码要拨钱给民众 这一点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 近来全民普发六千元仪式 为避免民众上当受骗 泰山派出所所长张金泉 特别利用共餐前向长者们做防诈宣导 民众若收到不明简序或电话通知您 依指示领取这些都是诈骗 民众千万小心不可上当 有问题立刻拨打165向警方查证 记者胡宣泰山采访报道